李宽 齐旅长 我觉得你变了 你以前对我不是这样的 都是因为酥若水 对不对 这跟酥若水有什么关系 别以为我是傻子 一看你俩的眼神 我什么都明白了 齐旅长 你跟我说实话 你和苏若水两人 到底是真心相爱的 还是逢场作戏 好 晓月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我喜欢苏若水 我爱苏若水的一切 可是干娘呢 这事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你明知道干娘不喜欢唱戏的 所以你在干娘面前 一直隐瞒自己 和苏若水的关系 难道为了一个戏子 你要 你要欺骗他老人家一辈子吗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找机会啊 我回去跟我妈说去 干娘会同意吗 你当然知道 干娘肯定不同意 你赢取一个戏子 所以你这条说辞 只是在骗你自己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晓月 不是你跟我说这么多 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娶我 你说什么 娶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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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娘干娘 早就有这个意思 你别装糊涂了 陈晓月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你 陈旅长 你应该明白 我七小玉的心思 平时 我能尽心尽力照顾你 伺候你 我相信 自己绝不比任何女人做得差 上了战场 会时刻伴随你的左右 遇到危险 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的 粉身碎骨 在所不息 请旅长 我娶小玉的命 是你救的 我这一生 愿意为你而生 为你而死 我 我明白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懂 你所有的心意我全懂 但是你记得了 我是你大哥 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 当然了 无论作为一名军人 还是一名女人 你都是非常合格 也非常优秀的 大哥现在明白了 大哥自己的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大哥一定给你想办法 给你 给你找一个非常好的归宿 那我 好了 这时候也不早了 那个 你也早点回去吧 好 自从诸葛先生 给了你这个 桃花扇的剧本 你就跟着了魔一样 不吃不喝的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你别烦我 我告诉你 你真该看看 诸葛先生这个剧本 太好看了 简直让人大开眼界 谢谢 师父 七掌官是不是快到了 你要不收拾一下 收拾什么 师父 这个男人呢 都是花心的 没有例外的 他们愿意跟看上去 赏心悦目的女子聊天 也不愿意每天 对着黄脸婆的 我们本中可不是那样的人 是 七掌官不是凡人 但是师父 也不能大意啊